在街上看到人跌倒,你會幫忙嗎? 我會幫忙,幫助人是一個好事 因為做人為派的資本 自覺跌倒,有人會陪我 是…那為何你會幫人呢? 這件事很正常 我可能會立刻打狗狗,叫警察來幫忙 比自己去幫忙,因為你自己也不懂得救 一邊錄影,一邊負氣 正所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途 經常在網上看到好人好事 看到有人需要幫助 不少人都會拔刀相助 但又怎會想到幫你反而害了自己 救人竟然被對方告回頭? 記得自己何急救,所以我才去立刻幫你 但你居然突然還要告我 還要殺傻我五萬元 原來自己幫人 但幫完之後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反而還可以被人挖錢 我也覺得很無奈 去年十月,張小姐和老公 在青衣站搭電梯去月台的時候 看到有人追車發生碰撞 其中一個伯伯跌倒了還暈倒了 當時所有人的位置就是… 我先生在最頭 而我伯伯在中間 而我伯伯在最尾 當時另一對情侶 都是在伯伯的旁邊 剛好一起衝上車 在那一刻他們就跌倒 他們三個一起跌倒 對,三個一起跌倒 而那兩對情侶 因為都及時起伏翻身 所以就上了車 我看到伯伯那一刻就暈倒了 我就跟老公說 伯伯跌倒了,你不要走 不要上車了 看到他沒甚麼知覺暈倒了 所以我就立即上前去問他有沒有事 就拍他 因為我真的…主要我… 但是因為適合 所以我就不斷拍他 就不看他有沒有反應 之後就有其他路人 就有幫忙 都看到這件事發生 就立即到大堂那裡 找了一些職員去協助 救護員到場之後 伯伯也都清醒了 可以自己坐起來 蔣小姐打算可以功成身退 誰知道… 他醒來後就說我在後面推他 之後我就說要報警 那一刻我就說不要緊 你說要報警不要緊,我會在這裡 總之你沒事就行了 醒了一刻就立即跟你說 對… 語氣是怎樣的? 也是很兇的 警員到場 分別跟伯伯和張小姐錄口供 亦有翻查閉路電視 當時就是在這個位置 那個情侶就在這個位置 和那個叔叔就在這個位置跌倒 當時叔叔就是背向著幕門 錄完,上回來之後 也有告訴我 就是說那個閉路電視 是拍不到這個事發的經過 和這個位置 因為它都是一個盲點 這邊的閉路電視就是拍攝前面的扶手電梯 而這邊的閉路電視就拍攝後面的扶手電梯 所以就拍不到這個事情發生的經過 張小姐諒言口供就離開了 爸爸也送了去醫院治理 以為事情告一段落 誰知道兩個月後 張小姐竟然收到 小額前債審裁處的信 原來爸爸或張小姐襲擊 導致他受傷,要身殺五萬元 上庭的時候 法官要求雙方提供更多證據 會押後判決 離開前,其實他也有再捉我進房間 再談 我其實也很直接地跟他解釋過 我說,其實當時我真的在你身邊 照顧你,為什麼你要告我呢 我說,如果我照顧你之後 你還是要告我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對我很不公平 然後他還跟我說 當時我只是暈了六秒 那六秒你說什麼都可以 他這樣跟我說 我就覺得,為什麼你作為一個暈了的人 你會知道自己暈了六秒呢 他就說,其實醫生我就看了 物理治療我也有看到 要不這樣,你賠回三千元給我吧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幫了你,我還要賠三千元給你 我說,你覺得合不合理 張小姐覺得自己沒有做過 根本沒有需要證明自己清白 所以沒有進一步行動 直至2024年6月13日 我正式收到那位先生 收到他一封終止申索書 即是代表他已經不再告我 我一心收到這封信 我打算,事件應該結束了 應該… 但同時,原來下面有一封發援的信 原來這位先生 就終止了這個小阿錢債的申索 但就去了法門那邊 再從法門那邊去報我 收到那封信的反應是… 我滿身以為完結了 我覺得其實這件事已經纏繞了我這麼久 為何還要繼續下去呢 在2006年,南京彭羽案轟動一時 彭羽扶起跌倒的婆婆 送她入院 誰知道婆婆被診斷為骨骨骨折 一口咬定是彭羽撞到她 上庭的時候,法官說了一句 不是你撞人為何要撞? 裁定她要賠超過四萬五千元給婆婆 有人說彭羽案成為一種社會現象 因為很多人都寧願見死不救 也不想惹禍上身 她跌倒了,你蓋著她 可能碰一碰她 她就說你是推跌她的那個人 但如果聽到這些個案 會否害怕了,會避忌了 反而不會這麼容易患? 是,為什麼? 因為事實就是事實 其實在香港,還有很多好人好事 2022年,有地盤工人跌倒,頭部受傷 有懂得急救的人 馬上出來幫她止血包紮 還陪伤者等到救護車到場 幾個月前,有人被的士撞到 很多途人合力抬起的士,救了女生 早前又有位男士在地鐵站運到 五個途人幫忙急救,做心肺復甦 救了她一命 熱心在人的同事 大家又可以怎樣保障自己? 警官,不全去看醫生就看救了 她持續手的警察都在不聽 她才不懂,她佳學生 她被鼓勵剪刀,全去看醫生 她很想挽救救男士 她還可以幫她幫忙 她幫她治古精 chopstick 你是否有差? 她保證可以讓她的醫生 但她不適合了,我覺得她正在護照 她就有差威師,她就知道她的醫生 她是個教授,她就不佳心 她的醫生,她也不覺得妄於 甚至不是添門,她就想怎麼樣 當然了, 因為法律上 不是說有人傷害, 與你無關 綠大狀說, 如果懷疑對方是碰磁黨 可以去不同級別的法院網站 看看對方有沒有牽涉在類似案件 在民事撒上那方面, 亦不需要擔心 因為民事撒上, 最重要是記住 就是舉證的責任落在那個申索人 如果你說那個當事人是弄傷你的 你要提出證據 證明那個人真的弄傷你 但如果他舉證不了, 他就輸官司了 到頭來, 他不僅輸相關的重費 或者是所有的費用 他有可能帶來別人向他反殺償 所以奉勸那些人, 你不要輕易去告人 你告人是有後果的 甚至乎你會得不償失 如果當時一起跌倒的那對情侶 如果都看到的話 不可能希望你們都幫幫忙 幫我澄清 不是我從後襲擊到他 導致到他直腳受傷 而他可以申訴我這麼多錢 如果下次遇到這件事, 一定會再幫 因為我不會讓自己有後悔的一刻 她有最後一段時間 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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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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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100800、800、800、800 Ou 4176、60700を